女孩可不一般 他仔细地盯着绑匪组装手枪 并暗自记下了每一处细节 完事后绑匪朝他走来 并解开女孩的衣服 脸上还露出猥琐的笑容 接着他转身离开 却忘了桌上还有一把枪为组装 绑匪从房里拿了张毛毯 铺在地上准备对女孩做点什么 转头却发现桌上的枪不见了 正当绑匪一脸蒙圈时 女孩已拿枪对准了他 并毫不犹豫地送他去了西北 绑匪的同伙听到枪声赶紧出来查看 结果也是同样的下场 女孩想起刚才被他们杀害的父母 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 接着给每人都补上了两枪 不久后 杀手老黑前来执行任务 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尸体 突然他听到柜子里有声音 于是轻轻地拉开柜门 躲在里面的正是小女孩 老黑笑着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并拿过女孩的枪 帮他取出卡壳的子弹 然后又还给了他 女孩这才放下手枪 跟着这个不像坏人的老黑离开了这里 为了能带他顺利出境 老黑塞给哨兵一些马内 可对方拿了钱却不办事 还是不让他带走女孩 老黑刚要开口就被枪顶住脑袋 无奈的他只能一个人离开 等对方放松警惕时 老黑突然回头迅速干掉了四名哨兵 之后的三十年两人如同妇女 老黑将女孩培养成一名杀手 并为他取名小美 这天他们绑架了黑老大的儿子 以此索要二百万赎金 双方也在湖边进行交易 可车上并没有老大的儿子 只有小美一个人在 小弟们将他带了回去 黑老大已准备好赎金 他让小美拿钱放人 小美却说自己不要钱 原来他的目的是暗杀黑老大 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对方 他拿出暗器直接捅上去 紧用了十秒左右 黑老大和两个小弟便领盒饭 随后他淡定地走出大门 两个守卫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他们收到消息赶来时 小美却投也不回地大步朝前走 因为老黑正在不远处保护他 完事后老黑把枪扔进湖里 不留下一点线索 这个就叫专业 而七百万用金很快也到账了 晚上老黑安排了新的任务 让他去越南找一个叫小迪的男孩 可这次的任务却让他们惹来杀身之祸 一辆红色杜卡迪 静止冲向对面的机车档 他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直接将对方的阵型给冲散 看着杜卡迪远去的身影 老大强哥顿时怒不可遏 随后他带着小弟找到车主 结果发现对方是个女人 小弟刚要动手却被强哥拦住 他知道女人是谁 原来强哥和他师父老黑是朋友 就在两天前 小美来到老黑家里 进门就发现保姆已经遇害 而屋里也是一片狼藉 小美顿感不妙 他在浴缸里找到了老黑的尸体 脸上已经面目全非 师父的死令他十分难过 这时他看到旁边有个遥控器 按下开关后 一架无人机从窗外飞来 上面挂着一个U盘 他知道这是老黑死前留下的线索 而这一切都和他们调查的 男孩小弟有关 小美赶紧拿上钱准备离开 可刚要出门就看到外面停着一辆车 对方二话不说举枪便射 好在被小美及时躲开 一阵疯狂地扫射过后 两名杀手进入屋内查探 发现小美已倒在地上 其中一人出去向老大汇报 另一个过去想要确认 结果被一枪送走 枪声惊动了屋外的杀手 探到同伴的尸体后 察觉到危险的他赶紧逃跑 可下一秒 那个南海小弟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然引来了这么多杀手 通过老黑留下的U盘 小美查到了小弟的信息 并找到一个关键人物光头 为了彻底查出真相 小美独自来到越南 可光头为人十分谨慎 身边一直都有人贴身保护 但他却钟爱雪茄 于是小美特地给他游记了一盒 随后又找到了强哥 让他的机车党小弟在半路截停丧标 接着小美上车 他地上一张名片约对方想谈 隔天小美来到光头的办公室 打听关于小迪的消息 光头还什么都没说 就被自己的律师一枪击毙 原来律师才是幕后黑手 而外面的安保也都是他的手下 他质问小美来此有何目的 不料小美用提前藏好的刀划破了他的脸 接着捡起手枪解决掉安保 等其他人赶来时 小美已溜进了通风管道 他们对着上方一顿扫射 结果一枪也没打中 此时小美来到洒水阀旁边 他赶紧将其拟开 几人瞬间被淋成了落汤机 小美趁机躲进宫殿房里 又扯下一根高压线 等杀手追进来时直接扔在了地上 随后他跑到大厅 打开消防栓拿出里面的水袋 直接从四楼移跃而下 女人拿出消防柜里面的水管 然后从四楼纵身移跃 湖中还干掉了几名小趴了 就这样顺利来到了楼下 接着他马不停蹄地朝外面跑去 没想到刚出门便遭遇车祸 直接被两台过路车撞了个四脚朝天 最终小美还是被抓住了 律师问是谁派他来的 小美却一言不发 于是律师让手下蒙住他的脸 并疯狂地朝他灌手 就这样整整折磨了半个小时 但他依旧什么也没说 随后他们又用床单缠住小美的脖子 并将另一头挂在水管上 直接将他吊了起来 小美拼命地找支撑点 结果又被男人一把推开 而这也正好给了他机会 他看准时机夹住对方的脑袋 踩在背上又踢翻了另外两人 利用铁片割断床单 捡起餐盘迅速发起反击 最后他扯下床单 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用同样的方式勒住对方 跟着一脚送他去了西北 逃脱的小美找到师父的好友强哥 强哥劝他尽快离开越南 但小美执意要替师父报仇 随后他悄悄潜入律师的家里 狠狠将他按进浴缸 逼问出了幕后主使是一位负伤 律师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可就在小美离开的途中 却被他的小弟打中 对方正准备捕枪 突然一个神秘人出手救了他 此人竟是他的师父老黑 原来他并没有死 当初杀手闯进屋内时 老黑已提前发现了他 并一枪将他击毙 又给他换上自己的衣服 再一枪将其毁容 让幕后主使误以为他死了 他则可以继续调查 南海小弟的下落 现在他们已知道 幕后主使是傅商 于是两人决定展开行动 不久后傅商举行了一场晚宴 小美假扮成服务员混了进来 等傅商登台演讲时 他也举起了手里的枪 不料却被一名保镖扑倒 场面顿时乱成了一团 傅商在安保的护送下 躲进安全屋 小美也混入人群中溜走 而这正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可他在逃跑途中被击中了肩膀 与此同时 傅商正在查看监控 突然有人一枪打坏了电视 原来老黑已提前埋伏在此 他白天利用无人机 得知了安全屋的密码 两人很早之前就认识 当年傅商让老黑炸了一辆车 用一个无辜的人 做了自己的替死鬼 这样他就逃脱了警方的抓捕 继续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而小迪正是傅商的儿子 他害怕老黑通过儿子 查到自己还活着 所以才派出杀手想要干掉他们 现在老黑被查出患有绝症 于是打算在临死前除掉这个败面 接着他从包里拿出一枚炸弹 另一边 傅商的保镖也堵住了小美 他正要开枪的时候 老黑突然引爆了炸弹 整个庄园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保镖被当场炸死 小美则顺利地逃脱了 从此他将开启崭新的人生 电影也到此结束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